马上就是14日了 那今天就来聊一下 谈恋爱是容易让人讨厌的一些人和行为吧 我特别讨厌那些一谈恋爱 就三句话不离自己情侣的人 你们有没有那种公共场合 喜欢互相喂饭的情侣朋友 喂饭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喂 有一种人 你一跟他吃饭喝茶 他就开始跟自己的男朋友或女朋友电话聊天 我没在干嘛呀 我当然想你了 好想把他手机砸了 还有一些人 自己一谈恋爱 就觉得全世界人都应该谈恋爱的 你为什么不谈恋爱呀 什么叫没有喜欢的呀 谈恋爱可好了 人家谈谈恋爱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吗 有本事你把自己男朋友让给人家呀 你们有没有那种一谈恋爱就人格分裂的朋友 我告诉你 弄死他你信不信 怎么了 厉害呀 不去演戏真的可惜了 这样的朋友大家应该都有吧 天天来问你要不要分手 我要分手 那是分 可是我不舍得 那是不分 他太过分了 那是分 可是我不想离开他 那是不分 他妈妈不喜欢我 那是分 可是我爱他 那是不分 怎么办 我真的好烦恼 你说我到底分还是不分 随便的爱分不分我真的不在乎 一年过去了 他们还是没有分 真的我已经看明白了 凡是天天来问你到底分还是不分的都不会分 有一些情侣脾气比较火爆 有时候会当你的面儿开始吵架 真的很尴尬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你看不懂吗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今天到底想怎么着 我想怎么着你不知道吗 你前面那什么意思 什么我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 你别先问我什么意思 你先说你自己什么意思 你以为我当着外人那样不敢跟你吵架是不是 有什么不敢 你们先吵着 我先走了 有一种行为是我认为最low的 就是喜欢和你分享那些事的 我老公特别猛 两小时 我媳妇可厉害了 啥都会 不要再说了 我有画面了 我感觉自己的耳朵和心灵被玷污了 当然我知道最让大家讨厌的 还是无时无刻不再秀恩爱的 主题 中文 dod 我们来给大点 缺什么秀什么 真正恩爱的从来不秀 比如说我 你见过我什么时候秀恩爱吗 在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谈恋爱 才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恋爱 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恋爱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恋爱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